新北市政府的赏花农油区活动将要在8月13号还有20号 带领大家来到平溪灵脚拜访有峭壁的绝美精灵之称的 燕红鹿子百合 8月1号起开放网络报名 由农业局志工进行生态解说并且提供交通接驳 报名费每人新台币200元 每场限额36名 有兴趣的民众呢 记得要赶快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平溪地区是燕红鹿子百合 的原生棲地之一 喜爱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峭壁间 因具有观赏价值而遭到大量的过度采摘 加上棲地破坏 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 严重濒临灭绝的物质 多年来地方致力于富裕推广工作 家家百合户户燕红的荣景指日可待 就是因为平溪是燕红鹿子百合的原生棲地之一 那之前因为过度采摘及棲地被破坏 而导致燕红鹿子百合就是濒临灭绝 那这几年就是本府农业局 它积极在我们本区的野地推动燕红鹿子百合富裕 那它也就是会跟在地的居民合作 一起在家里种植来推广 那富裕的成效都还不错 近年来经过市府和公所清千科这外面的辅导 看到的是有成长 只是说至于今年很热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看到开花 今年来农业局与桃园区农业改良厂合作 积极与野地富裕燕红鹿子百合有成 目前除了可以在孝子山步道 林岩寺找到山壁上自然野生的燕红鹿子百合之外 现阶段更着重于各地社区参与及推广教育 让民众于自家培育燕红鹿子百合共计一千株 在网络报名小团生态导览的方式 然后带领民众来平溪的林岩 就是来拜访野生的燕红鹿子百合 那也会邀请地方居民在林岩车站前的观景台 展示他们参与富裕的成果 所以欢迎大家8月13日以及20日来平溪的林岩 一起来拜访燕红鹿子百合 新北赏花农游区系列活动 除了安排生态导览 也会提供民众多种的生态农游资讯 鼓励大家在出门踏青赏花的同时 可支持友善农特产品和产地消费 农业局并针对不同主题花卉路线 设计各种款式的纪念磁铁 这次活动参加者就可以获得 金美燕红鹿子百合纪念磁铁一枚 并可即将换取金美小礼物 欢迎民众报名参加 杰成威 平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